因为这个案子呢,它是一个连续下来的一个案子 它这个案子就是,它在7月1号之前 他们不是要来这个香港大游行 最后它在,我们知道它被国保追踪以后 通知它离开,然后它又到了攀语 然后就被他们抓去河北省,回到河北省黑监狱 那回到黑监狱以后呢,这个6月17号的时候 7月17号的时候,我们就帮助它逃走 然后就给它安排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很安全的一个地方 那后来由于它呢,这个从这一块以后呢 就再没有报道过 那么它就是在那里,我们告诉它停止使用任何电话 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停止使用信用卡 但是它们被抓到嘛,就被查到 后来它就是觉得已经很安全 当地也比较偏僻 最后就打电话去北京的维权的朋友那里报平安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想北京维权的这些人 电话都是被监控的 就直接查到了它下落 那么8月2号就把它抓回了河北省 关进了黑监狱 关进黑监狱以后呢 这个我们一直就是说 这个通过BBC报过一次 然后有些媒体转过一次 转过以后就我们就保持沉默了 就不说话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它很戏剧性 就是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个人,居小林 他是跟他一起坐一个车从北京过来的 同意,同一个车 对,他们一块过来 那过来他的签证签注就没有问题 他就过来参加打游行 那李贵枝他就没有 就在等的过程中就出事了 他就抓走了 那么他回去以后就很平安 就没有事情 因为他严格地遵守 中国百姓维权人民给他布置 你回去以后短期内不要活动 那么他就没有活动 没有活动的情况下呢 他就一直很安全 结果李贵枝被抓回去 也是根据他的电话 这个 就是他们两个联络 对,不光是他们两个 他很多人联络 他是其中的一个 那李贵枝被抓了一星期以后 他就突然被抓了 他没有任何活动 他就被抓了 那被抓了以后呢 跟着就是同日 就是在同一天 我们看那个劳教通知书 也是7号 他就下了一张 李贵枝就下了一张 这个通知单 而且劳教的理由非常的 你就看了 这都不是理由的 是去年12月份 和今年1月份的事情 到8月份他才 这个下了这个通知单 这个就是劳教的那个通知 不是拘留 对 拘留的通知单 但是劳教的写的都是一样吗 还是 不 对,然后这个就是说 我们看跟这个 什么事情都不搭边 他也不敢碰香港这一块 因为这个江西城已经接到了教训了 你把香港的搞得一起了 他们已经觉得很恐怖了 这个事情 那就是以这种默许有的罪名 让李贵枝 这个行政拘留 所谓行政拘留 就可以收取他的手机 不允许他说话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昨天突然接到这个报案 就说李贵枝早晨 他的女儿在9点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应该他电话给收掉了 必须打给他的公安局长 这个李局长 他的电话是通的 通过李局长把这个电话交给他母亲 结果就不通 电话打不通 然后十分钟以后 这个李局长就回了一条短信 说你妈妈的情况很好 放心 跟着十点钟 李贵枝的弟弟 就打电话给我 说全副武装的特警 警察把他押上球车 送到了这个石家庄女子 老教所 他的儿子还是弟弟 他的弟弟 但是那时候他不是跟公安局长一块吗 他没有 他的弟弟没有 李贵枝在跟公安局长一块 他弟弟知道 他弟弟去找去了 因为他的女儿打电话给他 他不接了 就是他弟弟就去公安局 对 他弟弟去公安局去看他姐姐 去看他姐姐 他就看见有公安全部武装 就是把他抓到 是特警 不是普通的警察 特警 特警 对 大概多少个 他说大概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特警 四十多个特警 一个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 就是可能有 对全部这些 对对对对 长枪啊 枪不枪我们就不知道了 总之 总之是全副武装 那就说你比如说防暴的这些器材 可能会都带着的 然后又武装秋车 秋车 对 把他押送到这个石家庄室 这份协议 就是说给他解决问题 安排他的女儿到这个公安局交通队去工作 是合同制的 那就是他签了这份合同 就是说你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之前的问题就不要再问了 因为李慧之的公安我们知道 他牵扯到公安局内部的腐败 而且甚至你牵得很高层 所以他们非常敏感 那所以你不牵这份协议 你就不要跟我谈 那上次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 昨天就是那份协议 对要签 协议早就给他们了 对对 但是昨天就要他签 对不 就是没有 他打电话说 我要问怎么回事 那说你要是不签这份协议 你不要跟我谈 那他就不肯签 他不肯签的 他拒绝了 今天他打来的电话就是讲了 这个 要这个急 他说那过几天我们可以商量 他这个理局长说 过几天我们可以商量 这简直是开玩笑 不知道是法律口吻 还是普通的 那就他就跟这个 公安局的药东西他就说 判斤书没有 那他就说那什么罪名 他说你没必要知道 那拘留期限从哪天到哪天 还是那句话 没有 你不用问 你要签这份协议 咱们可以坐下来谈 这个协议是如果签的 这些东西就不能再追究了 就不能再追究了 因为你就把你前边所讲的这些话 就推翻掉了 就说你们是对的 我是错的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李贵芝的这个 在我们去年 在我们这个七月份 帮助他外逃的时候 给他做了一个 录音的这个采访 我已经把它整理成视频 大概有几分钟 我想大家可以回一下了解一下 我已经打上字幕了 看一下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慢慢再好吧 好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我可以给你放到 牛排或者email都可以 这视频是第一次公开吗 李大姐 这个国际媒体 海外华人 香港同胞 还有国际社会 都在关注你的案子 你想对大家说什么吗 我感谢外媒 感谢外媒媒体 感谢那个 打澳同胞 对我的关照 对我的帮助 我现在我到达了 安全地带了 我现在感谢你们 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就把他们 把我装回去 装回去 我对我一直死定了 我本身身体不好 所以你们打得 我的眼睛 啃得不行了 我的眼睛 看不见耳朵还聋 因为我一搞这个 我就紧张 我会说话 接着聊字的 我老是受自已了 所以你们大家原谅我 我因为我本身 说的都是实话 好 现在呢 这个南华早报的记者 要给你提一点问题 可能你听不太懂 我再帮你翻译好吗 好 好 你们讲吧 你大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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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些人 你好 你六月份的时候 尝试过来上岗 然后 然后给抓了 然后经历是怎么样 我29号那天 联盟主席把泰国来的人 给我录完相以后 说完了 完了我就叫我马上离开 叫我把电话关了 我就没关 我就走了 走了到台狱以后 我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冲凉 7点钟 他们进去了一帮 穿黑衣服的 把他们手扣的 这是几号 这是1号吗 在哪里冲凉 在酒店 是在酒店里边冲凉对吗 不是 旅店里边 旅店 旅店 然后他们 有些黑衣服的人 把这手扣冲进了 是一些 穿便衣的 还是穿警服的 穿警服 我说我在洗澡 他说你快一点 有事情找你 我回起码 我就赶紧把 那个睡衣穿上了 穿上了 进来了 六个 就是 都是穿黑衣服的 什么 拿着手扣子 完了说 对 我们对你进行检查 我说你检查了 完了 这就把我的东西 全都倒出来了 完了 身份料啊 港币啊 还有什么 你们都拿走了 拿走了 完了 你还给我戴手扣子 说你在上班人所 去一趟 我们有事找你 他就把我 扔到车上 一个灰色的轿车 两话 扔着我的胳膊 然后就把我拉到 那个 参与 公安局 到关系以后 我一看 那个 国务局的 还有那个 我认识的局长 去离物他们七个 还有交流队的 都去了 完了我就问 我说为什么 又要抓我 我说为什么 什么也不会 那个 这回回去 给你解决事情 我在路上他就说 你让一步吧 你知道 你让人要揪起来 你还得 你还得 你毁多少人呢 得多少人 像你自己的去上访啊 行了 你让一步 还让一步 完 最后给你解决了 省安一到敏感时期 你就到处来抓你 我们也嫌麻烦 我跟王建福一行都没睡 我们俩把车就走了 到定庭 王建福一行 小时候 那警察就打过电话去了 王建福说 那个 我车救我自己 他说你再说一句 你现在在那个监控下边 你本人就两人 你叫他接电话 他说我不让他接电话 他们就把电话关了 王建福 给了我三百块钱 我就自己 坐着抱着弟弟子坐着 你眼睛有自己的 我踏着去脱了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不要睡了 这都说 我躲着 在抱着弟弟子坐了好几天 这么臭的 活过来了 我还能帮我带回去 真的 因为什么呢 他们不说轻货造反 这是吴宝奇那位问我 问周卫平 这怎么回事 我说周卫平 我说当然是 他是没钱了 他说你把你带的 这几分材料 你要是弄到那边 走到国际上 该是有多大的影响 你考虑你的后果 我已经全崩溃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相信我儿子 我自己打嘴子 他们都打那些毒烈 一会儿打那些什么药 血管全都疼 你疼起了一大阵子 冒血汗 我就自己咬我 我身上咬的全是伤疤 他那时候这都是假的 都是真正的 我去世上的都有伤疤 他们就这么折磨我 那他在那个酒店怎么样 问你在酒店里边 有没有遭到虐待 没有 他们大事儿喝的 天天吃二个人三百岛 这想到 都是有没有我要的菜 到时候都说了 你会对着一只香药药 他要什么给他买什么 吃什么给他买什么 真是对我真是不错 该怎么说怎么说 我一看这个情况 我非搞不可 我非搞不可 跟那二十一九年一样了 还有什么问题 那他涂 你帮他们涂吗 那后来你 记者想知道 就是你在逃亡以后 是怎么又和我联系上吧 不要讲的那个 其他的其实 其他人不要牵扯 你一定不要牵扯 就是你怎么化妆 怎么样 你怎么跟我联系的 我 跑的那天 就是 我 我打车过的 不要讲具体地方 不要讲具体地方 当然是很像跟他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 都说你干净 你看那个地方 有人帮你 我就听到这个东西 挺高兴 完了 我就走 因为我们又生在这儿了 我看沙灯 查得那么紧 我就躲着天空 完了后 我们主席 派着两个人跟踪我 帮我护送 护送了 护送一过 然后就心口转折 我那里转着好奇 三次我才到了 这个最安全的地方 现在出来了 中间有什么 中间有什么 中间你 比如说你化妆啊 你剪 剪头发呀 你遇到什么危险啊 你以为你不是跟我讲 你把头发也剪了 也烫了吗 没烫 我都剪了 染色了 染色了 对 你从剪头发开始剪 从剪头发 我就 我跟你联系上以后 我就决心把头发 赶紧地变动一下 要不然 我是这个想的 我说 如果能逃出去 我经常活着 不然的话 我就会 眼神是都活不了了 所以呢 我再帮了路 我不知道那样什么情况 我一看前面 好多比他的 才生的 我都害怕了 我就说 司弟你听听了吗 我下去 我上厕所 然后我就跑了 跑到那边了 我说 你快走吧 我你摸不走了 我就 真是逛到这里了 在那顿子等着 瞅着 我说过去 我又跟他 我又跟我一起联系 我想去去办了 你还要打救我 他说你就 一会儿又一会儿 车过去接你 就倒口了 你再倒口等着 我又来倒口等 完了就这么点 又到了一个冰原站 这是二次 第三次 又查什么了 查得这么紧 哎呦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又到冬队了 因为我们又生了 我怕他们追回我去 我吓了 我都不行了 我回来到你现在还是病的了 这是我真正的经过 哦 好了 他就查了上次三文字 查了三文字 他讲得很清楚 一会儿慢慢帮你理 这个他已经讲了一点 嗯 讲一点心情啊 当时当时怎么 他记者问你 当时的这种心情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当时我是特别害怕 估计行为 告诉我 姐 你贴贴我 你保护好自己 你贴我走吗 这一开始吧 我买了我手机 我再跟这个 我们博西联系上 我过来就让他 我要把他拿走 我都很懒惰 就是被杀的那一头 哎呦 我身上没有钱 再一个我还有病 就能这样经过 好 稍等一下 然后现在怎么样 还是有什么担心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 他会找到我 找到我就完了 就算 他们不讲你 这个理局长说了 如果你不答应 这个条件 我不能签计合同 我就交给他们 交给谁 就是交给哪个部门 国保 是国保对吗 还是公安 他就说国保其实不在 你昨天跟我说 国保是持着红色的 追击令对吗 对 我直到说了 包括我这不有看见 那个追击令吗 是文控里的 是国保决定的 这等于说是红色的 这个文控追捕令是吧 对对对 就是那个 最后你 你会继续去争取 你的那个儿子的案件吗 我已经征服下去 我有一口气 我也叫 你们好些人帮我 我以为我本身是一个弱女 弱的就 岁数就那么大了 再一个 现在我折磨的 现在 颈推错位 腰椎 疼苦 现在眼睛瞎了 耳朵还聋 牙也打掉了 这牙齿的东西就疼 耳朵是打聋的吗 都是打的嘛 就是这个耳朵 你重复一下 这个耳朵是 被谁打的 从下 是哪个部门的 就是劳政所的 好 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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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8月2008年 好 清楚了 等一下 好 那个记者的问题差不多了 那就是李大姐 现在咱们两个说一句话 因为那个 真的 你这个案子现在外国人 真是关注的太多 这个各主流媒体 包括 那就是说呢 你能不能 会 会不会学那个 陈光诚一样去 怎么外国 那记者问你 会不会像陈光诚一样 去跑到外国 去 去 大使馆 我真的想去 我就想去 我现在不忘了怎么办 他们都保护我身体 慢慢就活人 现在我在玩 我现在活不下去了 好些人 真的 他们拿自己给想我 我就怎么弄啊 我自己答应他们的条件 不答应他们的条件 我所有的技术 就在我的边的 都给牵扯了 好 大姐 我跟你讲 这不是一条出路 这不是一条出路 因为我们现在 把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了 如果发现 有一丝一毫的 不安全的因素 我们会给你转移到第二点 你 有我们在 这个 整个联盟 你也是联盟的骨干分子 在这个事情上呢 就是说 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 估计 我们现在预感到 就是说这个 腐败黑的事 他们已经唱不了了 坚持我们自己的信念就好了 因为美国大使馆 不是我们的去处 真的 不是我们的去处 就打消这个鸟头 大姐 这样 现在记者的问题已经完了 就是咱们两个 说句 私下的话 那个 现在就是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在 采访的最后呢 你能不能 把今天你说的一话 在其中的说一遍 我再一次感谢 海外媒体 港澳同胞 那个 对我的观照 再一次谢谢了 保重 保重啊大姐 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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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好 好 看完这个 他是被抓了 然后就关注了 没有出来了吗 还是他现在安全了 这个电话就是 他的安全的地方 然后你看看 刚才 这是什么 热期 6月 7月 7月25日 不是 这个我看一下 7月25日 就是你帮他 对对 7月27号 7月27号 26号 但是8月15日 他又被抓了 好 那个 听闻这个 可能大家就有一个 大概的概念了 那就是说 他这个 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就是说 是最安全的时候 因为两个电话 都是第一次通 做了这个采访 那之后我就告诉他 你不要再打电话 从此不要再打 那后来他打 前面讲过的 他就把他发现了 8月2号 就是这个电话过去十几天 8月2号 他就被抓走了 嗯 从四川省把他带走了 嗯 嗯 那 呃 他 他 呃 就是从 潘雨 就抓回去 这个黑金鱼 对 这个黑金鱼是在 河北省来水县 哦 河北省 来水县 三间水一个来 来水县 九州大酒店地下室 兴州大酒店 一个开一个耳刀 哦 对 兴州 一个开一个耳刀 这个吗 兴州 不是这个 哦 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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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水县 没有 那上没有 我写给你 对 来水县 哦 行州 行州 大酒店地下室 大酒店 地下室 地下室 就是你们所说的黑监狱 对 黑监狱 这个不是一个法令监狱 当然不是 OK 呃 没有说为什么要关他 只是说要解决事情 对 见着他的自由 解决他的事情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 他是比较自由的 可以随时通电话 家人可以陪着他住啊 哦 这样可以陪他 对 那就是不允许他出去 但是我们想想 对于这种体病的人 你把他常年放在地下室里边 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人会崩溃的 但是一只眼睛 这个眼睛 几乎看不见了 这个眼睛模模糊糊 就是右眼就失明了 就失明了 左眼也很 麻麻糊糊能看到 很模糊 很勉强能看到 可以说是弱势 比弱势还要弱势 几乎失明了 几乎失明 就是反正他看你可以看得到 但你的五官才看不到的 他知道这么一个轮廓了 明白 那耳朵是一边浓还是 右边浓掉 右边浓掉了 那眼睛耳朵也是在受解剖 对 很悲惨的 这个老人很悲惨 那你们把他涂出来以后 他是27号逃出来 不不不 17号 4月17 就7月17号就逃出来 7月17号 对 然后我们经过了差不多几天 这个时间把他转到四川省 刚才你听到这里边这个过程 把他转到四川省 在一个很偏僻的山区里边 风景很好 但是一个山春来的 空气也好 然后他心情也好 他就放松了警惕了 那所以到8月2号 就把他就又从那边抓走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 是说关在四川吗 对 8月2号抓走了以后就关在四川 一个旅馆 对火车站火车站的一个旅馆 对 关在那个你看火车站就叫万元市火车站的一个庆元宾馆 这个BBC有什么 对 那到什么时候就转到 他是8月2号关进去 8月3号 8月3号 4号 8月应该是8月4号就往回 就坐火车被他押回去 他是8月5号早晨5点多钟到的来水 8月5号就到来水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就关在 关到现在 关到现在 还是关在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黑监狱 对还是这个黑监狱 就不如第一次被关进去了 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而且呢 也没有折磨他 都没有 这一点 他们因为知道在跟中国百姓维权联盟栓在一起的这个事情 他们会很慎重的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些媒体关注 第二呢 我们会在内地发动一些行动 这次突然给他决定送进这个老教所 那是因为在14号的那一天 昨天是15号嘛 14号那天 他的弟弟打电话给我 因为李贵芝在这里边 他的父亲都80多岁了 听到以后又被抓了 一急之下就病倒了 现在已经估计没有几天能活了 就是整天就是昏迷不行了 那李贵芝就要求我回去看看我爸爸都行 不可以 不让他回 这是一种精神摧残和绝待 就不允许他 那后来他的弟弟就特地从广西 赶回到河北省 那就要14号打电话给我 说我要拉着我即将去世的父亲 还有我家里有一个傻 傻弟弟就痴呆了 把他送到黑监狱去 我们就走 让政府来处理 把这个事情 我就不怕搞不大他 我一定要把他搞大 就在我们当地就搞大他 我说好 我说但是你要注意老人的这种 能不能 他说我父亲已经活不了了 这个事情 他的电话和我在香港的电话 都是被监听的 他们有本事可以听到香港 就把你香港的电话控起来 所以呢 前天对吧 对前天就是14号嘛 所以昨天一早就采取紧急行动了 我估计应该问题是出在这里 否则他应该不会 那你不认识他来香港的目的 是不是讲什么 讲他 他来的目的 信法的事情 对对 生一般嘛 就是为儿子生一般嘛 要参加自己的发布会 参加打游行 那你知道他本来香港游行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承受娱乐吗 对 就是儿子 对 对 那你觉得他 因为他 我看看他的过往记录也是常常被抓 他有很多次了 你看看大概应该是500 那你觉得今次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理想 因为是不是因为七一的原因 就是他会透过七一就是 在他的事情向国际 因为因为本身这次 我们都说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把国保给引进来了 国保的就是公安的那个国保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国保 他因为和公安是有点区别的 就是因为他引进来的 他是个很敏感的人物 公安部的这个 他的案子也是公安部挂号的案子 发现他也要过来 那个时候到29号才知道我们要在香港搞这场活动 所以很紧张 所以国保人员就进来 但是他在潘雨已经被抓走了吗 当时你是说国保也在 他是 对他是七月一号 对对对对 被抓走 七月一号我们已经大游行了 就是中午已经开始大游行了 下午已经开始大游行了 我上午接到通知 他已经在被抓住了 就是刚才他讲那段是七月一号发生的 那就是国保呢 就是因为国保是从29号开始追踪他了 追踪他的原因是 我们在28号那天去广告公司运用我们的横幅 我们来自中国大陆 没有想到这家广告公司 他的工厂是在深圳 他就把这些图全部都发到深圳去了 就是你们做那个游行的横幅 那那个公司的船是在 船对 船是在深圳 那么这个时候引起深圳的紧张 然后我们在帮助李贵之去搞签注的时候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是被这个边控 边防控制 对边控的名单上面 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传单 在28号给他们发现 这个横标 29号就开始 之前27号到28号这几天 我们在反复的在跟旅行社交涉 名单反复的调的时候呢 就知道他和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然后当地国保就感觉到 这个地方可能会 中国把这位群里面要搞一场运动了 所以紧急就开始在深圳部署 当天深圳也是很紧张的 我们有一部分人已经被卡掉了嘛 所以把国保就引进来了 是因他而起 最终是因他而起 所以他们现在对他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的案子是公安内部的腐败案 公安内部贩毒开计院等等 那你是不是在说 因为轻易有另外两个是 宋明生 宋明生跟居长 曾就走 那你的刚才意思 是不是因为 你未知的身份 引进了国保 那宋明生跟居长 你才会回去了以后有麻烦 可不可以这样说吗 不是这样理解的 反正就算不是这个李贵芝 给国保发现了也是一样的 他是一样的 主要是说这次引来国保的 就是因为李贵芝的身份比较特殊 那之初他被抓的时候 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新闻报道的时候 就是报道 什么什么地方的人失踪 河北省代表失踪 我们讲的就是他 河北省代表就是他 但是因为当时 他在里面的情况状况是比较好 当时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 大张旗鼓报出去 会不会加重他的惩罚 所以一直没有报道 直到17号他逃出来了 我们认为不报不可以了 再不报就害他了 所以就给他报出来了 他之前在他没有正式坐过牢 或者是正式的牢改吗 有牢改有 牢改有 坐牢就没有 他没有理由去判刑他 因为牢改制度是很糟糕的 他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的 就可以给你去牢 那那个黑监局 他断断续续的做了多久 你看这里一年半 他就做了520天 一年半的时间 520天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2008年 打龙了 那一次是做了多久 那次应该是一年 一年半那一次是 就是520天里面 对对对对 那现在你怎么样 学了就是发宝 开机社会之网 你还有什么途径 帮他争取 因为我们现在也会在内地 组织一些行动 马上可能 很快大家就会知道 一些其他的新闻 我可以写吗 可以写 但是我也没有讲时间 反正是最近一些时间里面吧 也不可以说 什么类型的行动 在哪里也不可以说 更不可以说 更不可以说 反正就在全国范围吧 你可以说在全国 就几个省的范围之内 都不所谓 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而已 不是在一个地方 其实李贵之 他在这个 有一个小片段 我们在27号的时候 上个月27号的时候 我们是坐在这里 开了一个新闻法博会 在同一天 其实北京已经在声援堂 我们都有 要不要看一下 什么要声援堂 就是示威了 看 大家看一下 27号 我们都是会有一些活动 没有 我们会主持很多类似的行动 为什么可以这样 还有更大的呢 还有比较还大的 一发制作 一发制作 还我人权 还我人权 打倒腐败 打倒腐败 一发制作 一发制作 大概就是这些团 一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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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人权 还我人权 一发制作 那么在这个 其实我们组织了很多了 在上海 在上海呢 我们是 8月8号 我们还组织了一场 顶着那个风 台风 在上海 8月8号 台风的 Volv 就是 天原 5月18号 3月8月18号 这上海什么地点 市政府公高 市政府 刚才北京的地点 那是在国家信法区旁边 前门 不远 附近在前门 不是那个永定门 这不是新法区 离新法区很近 附近 所以我们会 可能下一步我们会搞大规模的 你下一步那个大规模是 是你们 就是在全国 过往的 行动之中 也是比较算大规模的吗 那意思 就是过往 也不算 不算 你看几十个人不算的 几十个人不算大行动 就是你下一次就是 多少人 你是说各个省也有吗 合共大概多少人 现在很难估计 很难估计 是数以几十几还是百多还是几百还是 百人之上吧 百人之上 你觉得香港可以 香港可以怎么样办法 香港人 其实我倒是觉得呢 我们这个香港人 你比如说像李贵之 他们这种 现在李贵之是根本连看兵的钱都没有 所以我们呢也准备 请这个香港的各界的支持他一下 就是搞一些募权活动啊 从一些道义上给一些支持啊 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并呼吁呢香港的这个 反民主派势力呢 大家请来支持一下 不光是支持他们 是支持整个的大陆的这个维权状况 因为大家知道香港都是一个 相对大陆来讲 已经算是一个很民主的一个地区了 也是中国现在唯一的一块净土了 那么我在这里希望也告诉香港这个各界 没有大陆的民主 就不会有香港的民主 所以呢我们希望得到这个香港各界的支持 我给你拍的都算早了 好 不要把我拍的太吵啊 我拍的很难 对不起 你说你印了一个红副 那在深圳边给人发现了那个红副有没有图片 写在这里有吗 没有 我都可以给你想要什么 因为我国省你打着那个拍照 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你打这个 他的照片 就是电脑那个 只有电脑那个吗 没有印出来 对 今天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要照片 因为那个照片已经 已经这个 你拿着这个拍的照就行 好 等一下我看看 然后你可不可以用电脑把他照片拍出来吗 刚才我已经拍了 或者有一个他的照片就是在内地拿着中国百姓为全联盟这样 这样的话我看比较 那另外两个这个宋灵生和居小灵他们的状况是一样吗 居小灵 没有最新的 没有居小灵是最新的 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 黑监独黑监狱这一类的 比如说就是非法拘禁 把你放到派出所里边 这都是属于黑监狱 你非法关押的嘛 都是他7号被抓到昨天逃跑了 他写了一个保证书 他写了一个保证书 他写了一个保证书不 那个不再去上访啊 这个这个去去这个 十八大期间不再去 然后呢就把它放出来坐在家里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种类型的 就家庭黑监狱 实施这种家庭看管嘛 就是当先生签了字以后 就在被网期的在家里 对 OK那昨天就逃跑 对 那要是在家里看管 他可以出来 不可以跟外界的人 你可以你可以走 反正你走的时候呢 人家也会跟着你在远远的这样 跟着你看着 不知道你懂 那宋宁生也 宋宁生我们估计他比较惨 因为什么不给他家人去看 不给所有的人去看 针灸子就可以去给大家看 因为针灸子没有伤嘛 那我们家人和我们都一致 在怀疑是什么呢 是他被打伤了 而且伤得很重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让大家看 所以说一个月以后 才让大家去看他 所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就是直到现在家人也不可以 不可以看他 对 因为还没有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一个月是个什么概念 那针灸子就现在在哪里了 对 他们两个都在 他老百多久 他那上面那个有一年 你看这个照片你想怎么样拍 是这样拍还是把它放大了 就是放到他本人拍呢 这是他们我们整个小组的 哦 这里呢这样就行 哦 这个我还可以把它放大 哦好 就是说 也不可以看这些东西 就是他 他他的儿子跟他 就是罗水丸的那些公安 就是他 揭发了他们的贪货 刚才对 就是开机宅啊 反动啊 那些东西 所以就是 被他们写死了 就是 就是 就是不是 總之在公路死了 無緣無故拒絕 所以他媽媽不斷 因為他已經在上方 上方就揭發他那些政府裏面的壞事 或者地宅 好 我可以拿 這個比較好 這個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公安局 這個是老角 其實也 因為他太小了 其實也發不太清楚 他還醫生 這個 這個電腦 不要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